车辆电动车 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有一篇文章 就是深度剖析了中国电动车的崛起之谜 我们最近其实说这个电动车 说中国电动车的篇幅有很多 但是我相信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 我觉得它说的是更加的具体 更加的全面对吧 对的确是啊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这个电车行业现在怎么样变成世界领先的 给我们感觉好像就是一晃之间 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特斯拉还是全球龙头 大家看一看中国做的电动车 就觉得只是在非常低端的市场才有生存价值 而且又完全是靠补贴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结果疫情一晃三年过去了 这一次在上海车展 不仅仅是中国的消费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电动车产业 就连那一些到中国去参观的西方企业 也觉得十分的惊讶 怎么突然一下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就成长起来了呢 说中国电动车行业现在变成了全球龙头老大 真的还是不枉其词 那我们也看到在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 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 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个数字在几年之前跟我们说 我们都会觉得难以置信 那么到底中国是如何啊超越了这个曾经是美国欧洲 日本韩国品牌领导的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品市场呢 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文章主要总结了三大因素 或者是说中国电车行业崛起的三大秘方 第一是产业政策 第二是保护主义 第三是本土的市场竞争活力 平时我们在西方的政策观察界主要看到的是前两方面 中国独特的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中国对于本土行业进行的保护 但是可能忽略的是第三点 就是这个中国非常残酷的竞争市场 那么首先来看产业政策 中国几十年的一直实施产业政策 现在呢美国其实也在很多重要的行业 比如芯片基础工业等等开始实施 我们叫做产业倾斜政府补贴 简而言之产业政策 但是政府呢一直在确定什么样的企业应该补贴方面 可以说这个记录啊是良有不齐 有的时候补贴的是劣质产品和浪费产能 在中国特别是在芯片产业 我们可以说是吃尽了这一方面的教训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从二零零九年就开始向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补贴 其实不仅仅是补贴一项 在中国公共采购的出租车以及公交车 都以电动化为目标 充电设施的建设也有很慷慨的补贴 除此之外呢整个电动车涉及到的上下游的产业链 包括铃矿的开采 电动车电池的精炼也都受到政府的补贴 那我们也知道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蔚来汽车中国当时被认为是对特斯拉的一个挑战者 那么当时几乎是破产 因为合肥政府十亿美元的补贴入股而得到了政府的救助 而现在未来汽车已经可以说是站稳了脚跟 但是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作者认为 尽管产业政策是确保了电动汽车的需求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本土保护主义 如果你要获得政府补贴的话呢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 你的汽车必须是在国内生产 你买外国品牌是不可以的 而同时在国内生产的这些汽车也必须使用中国公司生产的电池 结果呢这样就让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 比如宁德时代 再比如比亚迪在电动汽车的电池领域具有了非常强大的优势 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市场领导者 在中国这个市场里就吃不到甜头 如果在中国销售汽车的话呢 外国的制造商也必须遵守中国产业技能条件 比如德国的一位分析师塞巴斯蒂安就发现 国有的广州汽车集团通过和丰田和本田合资企业开发 可以说是大幅的提升了自己电动汽车生产所需制造技术 也就是说外国企业在中国必须通过技术转移 或者是和中国的本土企业合作 才可以在中国这个市场下生存 但是尽管有政府的支持尽管有产业政策 中国整个电动汽车的销售到二零一九年仍然是比较疲软的 那么又怎么样在疫情三年与世隔绝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呢 这一点呢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引述二零一一年 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对于中国市场的解释 他说呀在美国你把一个想法推向市场啊 通常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之后呢才会出现竞争对手 而在中国你可能你的产品上限几个小时之内就几百个竞争对手就出现了 因此他说在中国你有什么矿市的想法并不重要 执行能力才是关键 而来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分析啊 正是由于中国这个市场啊这种厮杀这种竞争以及对于执行能力的关注 就可以让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迅速的从一个小众的产业政策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由私营企业组成的庞大的生态系统 也在疫情三年这种竞争机制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淋漓的体现 而这一切都是在西方的事业之外所发生的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分析 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对于西方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已经构成了威胁 但是尽管西方可能会对于从中国生产的电车进行我们叫做阻挡措施 甚至是安全方面的挑战 但是如果中国可以和全球南方国家继续进行贸易 中国电动汽车的市场仍然是十分广泛的 在提及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的时候呢 文章一引述欧盟商会的前主席伍特克说 说在中国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让自己变得如狼似虎 他表示啊中国就像健身房一样 这里的条件啊永远在爬坡永远在跑步 而西方跨国公司如果在中国这里的话 就必须始终保持肌肉健康 这样才能在中国的市场中有竞争力 感谢李奇的分享 其实我这个关于电动汽车我还补充一点点这个旁边的一些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啊 那我这边有一个表有一个出口的表格 这个是中国的不同的电动车品牌啊出口的表格 他们其实你会知道包括啊上汽比亚迪吉利长城啊江淮东风未来这些公司 他们出口到了不同的这个世界各地 这个是一个比较旧的表格了是2023年啊一至二月的一个出口表格 后来还看到一个2023年一至四月或是一至五月的一个出口表格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现象也不是只有我发现 但是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是包括你呃 国中国的一个所谓的 新能源势力啊叫魏小李蔚来理想小鹏这些公司 他们的出口的车辆是不出口到俄罗斯的 大家知道现在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非常 不同于之前的一个一个是一个全球的状况 那在这个不出口的实际情况之下可能就隐藏着这些啊 中国的魏小李这样的新能源 车辆品牌想冲击世界的一个信心一个 一个野心吧因为他们如果出口到 俄罗斯那很可能啊在未来他们在向全球发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更多来自西方 政府的阻力 那另外啊我来补充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日本规模最大的出版社日经 BP日经BB社最近啊他们出版了一本书这是什么书呢 日本 方面的工程师把比亚迪的海报 拆解了 出了两本书那里面就包含了整个拆解的过程不仅有文字图片还有视频 那从这本书的官方网啊从从这个日经 BP社的网站还可以看到 这本书的价格 并不低8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已经是四五万 元人民币了 那在线在线和书籍的价格 一起一个 套餐的是13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近7万元 两本书的售价共计 接近220万日元约合11万 11万元人民币 那这款叫做海报的 比亚迪的电动车他对标的这个对手是特斯拉 Model 3这样的一款啊啊这种这种尺寸的一个轿车 那从曝光的图片看这本名为中国比亚迪海报彻底分解 全体片的书籍目录来看 整本书整本书详细介绍的就是啊比亚迪海报的这个动力总成啊 车体啊车身内饰电子设备电子控制单元等等 这本书将在今年9月中旬出正式出版啊 A4大小那一百一共会有300多页 买书啊你还会获得一张啊DVD光碟 里面这个光碟里啊就 有全部的拆解视频 那很明显这本书啊也应该不是针对的普通消费者 他针对的呢更多是 这个啊汽车业界的工程师们 那其实这个日经BP社在之前已经在拆这个比亚迪海报之前也拆过啊 日产特斯拉 还有大众和丰田 这些大大的这个传统汽车企业的电动车 但是日经BP社拆中国的电动车啊 还是第一次 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拆解的这个过程以及拆解出得到的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这也可以作为 中国的电动车在这个 它的影响力对于全世界来说 有多大 以此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 关于中国电动车那就先说到这里 在这里啊也是要给 等会的思想先据报打一个预告 今天这个思想先据报的标题就是 习近平错了亚洲崛起 西方降落是 迷思 李杰这是怎么回事 对 对 是不是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